大家好 今天炆猪丸骨 这个急冻猪丸骨35元一磅 也有1磅 今天用冬菇炆 多放冬菇 吃不完就冰了 下餐翻炎就可以了 冬菇浮起来 用碟盖住 这样就会浸得好多 如果你想要冬菇水 浸冬菇 不要浸太久 先浸半个小时 开始软身 现在就拿去洗 洗干净了才浸 我的水就可以了 如果第一个水就不要 现在洗干净了 继续浸 这些水就可以拿来炆猪肉 用碟盖住 猪丸骨 是急冻的 冬菇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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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沸 滚 喜欢 可以加少许酒 冬菇浸 冬菇浸 所以是最好的 不再多说了 冬菇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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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次尝过 薑片很好吃 今天还要加很多薑片 切完后 您能看到差不多一分厚度 一碗份量 薑倒入中火 慢慢爆炒 爆炒至少火 否則很焦和微透 爆炒 爆炒至少火 薑很神奇 爆炒後 會由辣變成甜 真的很神奇 慢慢爆炒 薑會變得很甜 不像糖那樣甜 但有一種植物的甜味 像這些一樣 爆炒至少火 小片的小片可以先撈起 大片的小片可以煮多一會兒 爆炒至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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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了一邊 過了麵 滷一下 然後加入糖 炒至金黃色 下冰糖是可可 但我发觉用这些冰糖都已经可以了 不用特别买冰糖 我每次都有这样 炒 小火了 下糖记住小火 否则就要焦了 炒至肉酱面包住一层焦糖 炒至金黄色 下刚才的姜片 拌均匀 小心不要焦 因为焦大了少许火 如果控制不到就把火调小 就是这样 这个时候将冬菇放进去 兜一兜 将冬菇水倒入 将冬菇水倒入 用我哥哥最喜欢的蠔油 多一点 看你喜欢的浓淡味 糖不需要另外加了 因为刚才爆猪肉的糖 加了很多 酒看你会不会特别喜欢 喜欢 在浓淡水之前就会加酒 我今天就没有加的 我炒猪肉 就喜欢加一粒 那么多幻梅 加一粒幻梅 会令我这个猪肉 整个猪肉的菜 特别清新的 又不是像炆猪手 那么浓的幻梅味 但是整个菜 轻轻了 你看到水比较多 盖上盖 小火 煮至少1个小时 炆了1个小时 看看 这么大锅 不用吃光 先捞起点 先捞起点 捞起了一半 不过姜 我就不捞太多 试过味道有点淡 放一点盐 让它多咸 因为刚才你看到 只是蚝油 然后煮 你看到很多糖 很多姜 慢慢煮 收起点汁 我就不打芡 完成了 可以吃了 喂 开饭了 好 今天这个 特别菜式 有点特别 薑片炖猪肉 又不是猪 主要是吃薑片的 嗯 试一下薑片 好吃吗 好像小孩子的咸饼姜 总之就好吃 是啊 吃了 冬菇鬼 这么大 吃不完 嗯 这些姜好吃 不是猪肉 它是西次 只要吃了